第十二課的第六課 這部份我們講關於重脈像 Gravitation Field 第一部份我們講兩個物件之間 萬用引力的計算公式 Newton's Law of Gravitation 就是F等於G 大階G 乘M1、M2 M1、M2就是兩個物件的真量 Over,R二字胖 R就是它們之間的距離 來到這裏我們就講一件事叫做 重力場或引力場 Gravitation Field Gravitation Field就是指一個 有質量的物件 令到它周圍的空間 就形成了一個空間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當另一個有質量的物件 在進入它的時候 就會遭受到一個力量 這個情況就像電腸一樣 一個帶電物體 就令到它周圍的空間形成電腸 令一個帶電粒子進入這個空間 就會感受到一個電力力量 那我們就叫電腸 電腸強度的定義是什麼呢? 是false 即是說那個進入電腸 那個磋子 它究竟受的力量是多強 假設受的力量是F 除回它自己本身的電腸Q 這個F over Q 就定義為 在那個位置的電腸強度 我們用大家意表示 同樣地 在一個重力場 例如我們說地球 地球令到它周圍的空間 產生了一個重力場 另一個有質量的物體 舉一個蘋果 在地球的重力場範圍裡面 它會受一個力量 給每11個力量 那麼這個力量 如果我們將它 將它除回物件本身的質量 那個物件所受的重力 除回它自己的質量 那麼這個就定義為 在那個位置的重力場的強度 那麼重力場強度 我們叫Gravational Field Strain 重力場強度 OK 又或者有時候我們簡稱 Gravational Field 都可以 重力場強度 我們用世界G 而表示 這個世界G 就是跟我們第五課 所學的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同一個Symbol 稍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數字上是相分的 這個Gravational Field Strain 就是Force Per Unit Mask 和Electric Field Strain 就是類似的名義 Electric Field Strain 就是Force Per Unit Charge Gravational Field Strain 就是Force Per Unit Mask 同樣地呢 長的強度 是一個空間上的一個特性 所以是Depends on Position 是跟位置有關係 但是跟那個物件本身的質量很關係 這個物件的質量N 是不會影響它所在的那個重力場的強度 好了 但是呢 不同位置呢 有重力場的強度的分別 那譬如 這個呢 這個蘋果 在這個位置 它是離地球近一點的 這個離地球遠一點的 那麼近的那個 那個重力場呢 它強一點 所以它瘦的就大一點了 同樣的蘋果呢 就放在一個軟一點的位置 它瘦的重力呢 那個重力場小一點 所以它瘦的重力也會小一點 那麼G呢 Depends on Position 那麼留意這裡呢 它說 是一個Tiny Object 如果我們要定義一個位置 在一個重力場上面 某一個位置的重力場強度呢 那是一個這樣的定義 False 但是這個Mask呢 它是一個Tiny Object Tiny 即是一個很細小的物件 細小物件的意思是它的質量都小 它的質量小到不足以影響原來的 它所在的這個位置的重力場 其實同樣的情況呢 也都在電場的定義那裡 我們會用的 我們講電場 某一個位置的電場呢 就是False 它的Unit Charge 那這個Charge呢 是一個Test Charge 一個測試電話 測試電話的意思是 它的電話量是 是少的 少到不足以影響它所在的電場的強度 我們叫做測試電話 同樣呢 這裡我們可以講一個Test Marks 一個測試質量 這個測試質量呢 它本身是少 少到不足以影響它所在的位置的重力場 好了 如果一個重力場強度是G 如果一個物件的M 它在這個位置它所受的重力呢 就是M乘G 即是將它自己的質量 成為重力場強度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Law of Gravitation 去計算 Law of Gravitation 就是地球和一個蘋果之間 兩個物件之間的 我們叫做麻油 就是兩個物件之間互相的引力 OK 也可以用一個重力場的概念去理解 就是地球形成了一個重力場 好 蘋果進入地球重力場的時候 就受到地球的重力場的傾向 那麼它所受的力呢 就是將它的Mass 成為地球重力場的強度 M乘G F是M乘G 好了 那麼這個F呢 如果我們用Newton's Law of Gravitation 其實不是G 大M小M over R 二次方 大M就是地球質量 小M就是蘋果質量 R就是地球與蘋果 好嗎 好了 所以這個M 上一個M和下一個M相消 結果呢 就得出G 大M over R 原來這個G G 其實就是G 大M over R 所以它是二次方 那單位是什麼呢 是Force per unit mass 所以是Newton per Kilogram 這個是重力場強度單位 Newton per kg 電場 電場強度單位是什麼呢 是Force per unit charge 是Newton per Kilogram 是相似的 相似 是Newton per something 是力隨意 力隨意 某一種的特質 某一種的特質 這一種的特質 是令它在那個牆裡面 會受力的 電場呢 那個特質令它受力 就是因為它大變化 變化的量 就是Coulomb 在重力場呢 物質的特質令它受重力的影響 就是人的質量 質量的單位就是KG 所以這個是Newton per kg Depends on 那個Central object的 mass M和距離 R 如果我們畫成一個圖表 那個Gravatational field strength 和距離之間的關係 這個距離呢 我們以地球做例子 地球實際上 不是一個point mass 而是一個finite size 而且都挺龐大 但是呢 如果我們所考慮的距離 是軟的 而且地球 我們當它是一個 uniform mass distribution 其實呢 我們可以 看成它的質量 為集中的中心 來理解 R 就是由地球中心開始計 由地球中心開始計 由地球中心開始計 看看地球的環境是R 在地球表面 在地球表面 在地球表面的Gravatational field strength 我們用G0來表示 G0來表示 G0來表示 這個就是Near the earth surface 的Gravatational field strength 然後呢 隨著距離增加 即是說 距離一路增加的時候 距離一路增加的時候 距離平方發比 到G0來表示 距離平方成發比 所以就是說 當距離是 雙倍地球的Earth radius的時候 在一個兩倍地球半徑的距離的時候 G0來表示 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 去到三倍地球半徑的時候 Gravatational field strength 是地面數值的究竟力 如此類多 距離平方範圍 電場是這樣 重力場 都是這樣 我們看一個例題 我們假設地球是一個 perfect sphere perfect sphere 其實這個假設 就是 令到我們計算 它那個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用Coulomb's law 或者是 距離平方發比的關係 我們可以由它的中心開始 即是說它的質量 它的centre of mass 就是它的sphere 正中心 R就是它的正中心 這個perfect sphere 其實背後 它有一個uniform mass distribution 或者是uniform density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我們想求 在地球表面的 pattational field strength 剛才我們用G0 來表示這個 現在我們想計算 這個數值 究竟這個數值多 我們需要一些資料 地球的質量 是這個 地球的半徑 是這個 好 好了 剛才我們看過 其實 在地球表面的 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其實G大M over R 二次多 在前面的公式 gravitational field strength 的公式 就是這個 對不對 G大M over R square 這個M 就是那個中心物體的質量 現在我們說地球 所以是內地球的質量 R就是那個離地生物體力 現在我們說 我們想計算在地面的數值 所以這個R 是地球半徑的 我們就將 地球質量 地球半徑 代入的公式 還需要一個 萬有力的常數 對不對 這些全部應該都會GIFT 全部代替去計算 應該是這個 9.81m per kg 這個9.81m其實就是第五個 我們學的 那個free falling 那個acceleration field of gravity 那個數值 是剛剛一樣的